欢迎收看科技岛的奇迹 我是廖师祥 先告诉您 科技岛的奇迹 也有点书粉丝专页 麻烦您动动手指 开始来扫描画面中 右边的QR Code 或者是在YouTube 以及Facebook的搜寻栏 搜寻科技岛的奇迹 一起来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跟我们线上线下 一起来做互动 而今天科技岛的奇迹 封辩故事 我们就要带您来关心 AI资讯科技月 科技岛的采访团队总动员 要将一连串关于 台北国际电脑展的特别报道 在这个月的节目当中 一一都呈现给您 而且各场大活动 关键演讲 我们也会在网路上同步直播 锁定科技岛 让您与这场科技盛会 资讯不漏接 现在我们要先把 AI资讯科技月的重点 放在这两位科技巨头上 也就是黄仁勋 以及张忠谋 而这两个人的好交情 其实望年之交 早就是众所皆知的事情 但现在两个人 还一起逛夜市 就算张忠谋已经高龄92岁 他也依旧共培 去年2023年 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两个人合作将人工智慧技术 开启一扇新大门 而且在今年黄仁勋也已经预告 要把重点放在深城市AI 结合人型机器人上头 黄仁勋之前在3月的GTC 也就是辉达的全球人工智慧开发者大会中 宣布要来推出AI人型机器人计划 透过强大的算力 这些机器人可以理解人类的语言 甚至观察并且模仿人类的动作 在会场上头也可以看到 黄仁勋亲自示范 怎么跟这些机器人来做互动 而且还被誉为是AI发展的重大突破 甚至有国外媒体统计 未来5到10年之间 人型机器人将迎来爆炸性的成长 预计在2035年 还可以创造380亿美元的产值 而说到了辉达的机器人大梦 也有赖台湾厂商来帮忙主梦踏实 现在有许多的科技大厂 长期都跟辉达展开合作 里头的可动关节 成轴机器人视觉镜头 分析软体等等 这些通通都是MIT 还有AI机器人世代生产线的优化 在台湾同样也有所斩获 今天的头条 我们就先来看看 这些厂商集思广益 如何搭上这班黄仁勋列车